尊敬的 主位法师 慈悲 尊敬的 主位同修 厚法大德慈悲 大家晚安 吉祥 阿弥陀佛 今天这个 三十七年 到 这个地方 已经圆满了 我相信 以我们的 真诚心 恭敬的 心 我们的祖先 我们的 过往的父母 我们的 过去的 累积 烟心在主 以及 今天的法会 来参与的 这些 往生堂上 众等亡灵 以及神灵 我相信 我们 阿弥陀佛 激 往生西方净土 这个字 我们今天来 这个地方 来为他们 祝福 我们来带佗 来给他们 忏悔 给他们 诵经 给他们 念佛 当然 这个功德 是很大的 这个我们 一定要相信 那首先 我要感谢 我们的主办单位 这个 我们的郑总 郑居士 我今天 没有看到他 老人家 不知道在哪里 很多天 我也想念他 平常 走到门口 都会他看到老人家 今天 看不到 一个星期了 都看不到 但是昨天 我走回去的时候 突然间 有他的声音 尊敬的 我们的邱太 还有我们的 默默的 扶持 这些的义工 大家真的很辛苦 还有我们的 音响 整个团体 最后 就是我们的 夜中人员 他们也蛮辛苦的 今天本来最后一天 我想要跟他们一起唱 但是我的胃一直脏气 脏到好难受啊 唱不出来 所以没办法了 下一次吧 下一次 那最主要的 我们 先给大家 自己鼓励一下 诶 我们今天来这边 做这个法会 当然啊 很法喜 师父呢 首先跟大家来 说一声对不起 佛妻的时候啊 我有奖金 但是这两天三十七年啊 师父没有奖金 很多人说 师父为什么 不奖金 偷懒啊 嗯 不是啦 我们大家都知道 一切供养中 法供养为贵 好 为什么法供养为贵呢 它能够让我们觉悟 让我们了生世 出善解 而最主要的 让你这一生当中 圆满成佛 你今天供养你的财宝 只是帮助一些人 但是你今天用你的法来供养 也帮助人家觉悟了 那就不一样 像昨天早上 有一位居士 打电话给我 师父啊 我在家里 说老实话 我跟他解分了 已经三十八年了 我看到这个老街头 我真的啊 有时候啊 夜看啊 很讨厌 以前的谈恋爱的时候 两个人就好像没有你 我好难过 现在结了分啊 三十八年了 一日夫妻拜日恩 何必呢 不要这样 学佛的人不可以这样 你看看 看对方 对方看得 对他看得过一步去 你等于就是跟自己跪不去了嘛 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你要把他当作 是阿弥陀佛 是吧 当作观世音菩萨 把他讲起来 无论有多讨厌 或多厌恶 中风果实不是讲嘛 如对尺尊嘛 如对尺尊就是说 把一切众生当作是阿弥陀佛来看待 那你这一句念佛才是真的 你还要分别心 那这个念佛不清净了 你把他当作阿弥陀佛来看待 把他供起来 观世音菩萨 大圣事菩萨 阿弥陀佛 就算要发脾气 他是阿弥陀佛 你怎么能够发脾气呢 就算很难啊 你也要忍着啊 不然的话 以后我们往生西方起的世界 那就变成我们的障碍了 变成我们的殷亲在住了 不行 这个简单的道理 我们有时候要知道 然后今天 我也要跟大家来接个法院 我以前呢 我以前呢 刚刚出家的时候 我师父呢 常常跟我讲一句话 他说啊 学物啊 因为师父嘛 这叫学物 因为我们平常呢 有外号跟有内号的 像师父的内号叫做彩觉 彩色的彩 觉物的觉 外号是学物 那彩觉 一般呢 都是师父对着我们作为弟子 在称呼的 叫彩觉 好 然后我师父常常跟我说 他学物啊 你要快快觉物 但是每一次见到面呢 他只讲这一句话 快快觉物 但是我们又听不懂 我们没有到那种深度 去体会他老人家的用心 后来我就明白了 起码最简单的 以这个教诲让我们啊 有感觉 赶紧 去觉悟 觉悟什么呢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的 人生无常 世事无常 国土脆弱 你要明白这个道理 你才懂得怎么样去奋斗 是不是这个道理 万般将不去 唯有野水生 真的 就算今天你活到一百岁 那又如何呢 就算你今天生在这个澳大利亚 大富大贵 那又如何啊 就算你这一生得到的一堆的名誉 那又如何呢 就算你这一生当中 在你这个生活里面 你一大堆的这些防洞产 那又如何呢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我们来到这个世间 你看一个婴儿 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 一草一木 一草一带 也没有带来 一个人当离开这个世间的时候 一草一木 也没有带走 那么我们如果明白这个事实的真相 你能够想通 这个事实的真相 那我们这个烦恼啊 就减少了一大半了 你整个人生就很自在 很轻松 为什么 对人对事对物 你不会产生 种种的 斤斤的计较 为什么 都是空的 啥都是假的啊 一切许远 所以为什么 中风果实 像师父这两天随了面讲经 但是师父会利用在这个 礼拜六礼拜天 会继续给大家来洗讲这个三十七年 应用一个小时的时间 我们礼拜六礼拜天不是有共修吗 我会在这个地方给大家洗讲 因为这个三十七年内容讲得非常好 特别中风果实呢 在这个三十七年的开始啊 他不断的都劝导我们 劝导我们什么呢 你要把这句阿弥陀佛跟你的生活 融入 融入了一体 怎么融入呢 你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你要发愿你这一生当中 你想要了生死出三界 脱离生死 那么我们用这个方法 来做什么呢 来改变我们的命运 来改变 来改过我们的毛病 来改过我们的过失 来改变我们的缺点 用这句名号 天天来提醒自己 我今天念佛 我是未来将来 要众生无辨试愿度的 法门无量试愿学 烦恼无尽试愿断 佛道无上试愿成 这个是我念佛的目的啊 那么我首先要该怎么做呢 我要先磨练我自己 把这句名号啊 训练成功 怎么训练呢 把你的内心的自私自利 把你的内心的贪嗔去卖鱼 把你的自心的嫉妒 把你的自心里面的 这些的脾气 不善的语言 不善的行为 不善的念头 用这句名号 我天天来改善 我天天来改变 如果你没有这样来锻炼 你天天念佛 也没有用处 就算你一天念了一万声 也没有用处啊 所以很多人说 师父我念佛念了几十年 也是一样 为什么 毛病没改啊 是不是 遇到苦难的时候 想起阿弥陀佛 快乐的时候 把阿弥陀佛放在一边 是不是这个 有一天 遇到人逆境的时候 被人家骂 被人家说 啪鼻气 阿弥陀佛就忘记了 是不是啊 所以啊 有时候呢尊敬的最统修达的 求别人 了解别人是聪明 但是我们今天学佛 没有别的 你要先了解你自己 自己搞清楚了 那外面的事情就容易了 自己不搞不清楚 你天天想要求快乐 你想要求幸福 你想要求美满 那是不可能的事 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 今天我们学佛不是迷信 学佛是教我们觉悟的 觉悟什么呢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觉悟这一点 所以我们今天念佛的本意是什么 就是要了生死的啊 如果今天我们来念佛 求消灾免难 消灾免难固然是好 但是不是阿弥陀佛的本意 不是释迦牟尼的本意 你今天来到这个地方念佛 希望因为你在这个世上 常常遇到那些不如意的事 所谓的人不如意是常八九 希望我们将来来世 经过念佛的功德 在这个人生当中 能够四世如意 四世如意固然是好 但是也不是阿弥陀佛的本意 也不是释迦牟尼佛的本意 那阿弥陀佛 释迦牟尼佛的本意是什么 赶紧了生死 怎么了生死呢 好好念佛 将来离开这个世间 使尽到了 寿命到了 一心一意求生净土 比什么更重要 啥都是假的 确实真的 你有论怎么执着到最后 你也没办法带得走 所以做人要看开 你把这个事情想通了 你整个人生真的是不一样 所以你要改变你的毛病 要不然你天天念佛 天天诵经 天天拜佛 天天念着 也没有用处 也没有用处 因为你自己的毛病没有解决 所以要做出一个好样子 这个就是中风果实 在三十七年不断的劝告我们 赶紧去做一个念佛的好样子 如何做一个念佛的好样子呢 做出自己给人家看 从你的身口一三叶 我是一个写佛的人 我是一个对父母懂得孝顺的 懂得知恩懂得报恩的 对这个社会 对这个国家 对一切众生 我不断的都是在感恩回向 所以尊敬的这些同修大德 念佛是好耶 很简单 很方便 很容易 在一切处一切时 你无论在哪里 你都可以念佛 没有受时间的控制 你什么时候要念都可以的 所以你要好好念佛 我们讲实话的 为什么要选择念佛 第一 人生无常 真的是无常 今天能够吃的饭 明天发生什么事情 不知道 昨天师傅 我的道场的干部 他请我给他的朋友回向 为什么 他的朋友才61岁 跟朋友出去卡拉OK 在卡拉OK现场 晕倒了 晕倒之后呢 就走了 你看 也不知道 赶紧念佛 佛对我们有好处 没有坏处 该吃饭的时候去吃饭 该工作的时候该工作 该睡觉的时候去睡觉 有空好好念佛 把这些门号功德 回向给一切众生 回向给我们的累积 印尽在主 给我们的过往的父母 给一切众生 像师傅每一天拜佛 怎么拜佛 师傅先念本师 释迦牟尼佛三生 然后呢 师傅会念 弟子学物 带 跟这些一切众生 我们一起来拜佛 最后呢 求生西方 所以啊 师傅啊 这个提醒大家 念佛是一个很好 但是如果把这个佛 用错了 那这句名号啊 就算有无量无边的功德 那么我们没办法得到它的利益 好好来用功 好好来努力 希望啊 我们啊 同生极乐 下一次如果有姻缘 我再跟大家做三十七年 这个如果大家有姻缘 礼拜六礼拜天 来共修 我们一起来学习 一起来研讨 这个三十七年 中风果实内容的开始 祝福大家六四吉祥 祝福大家身体健康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大众请起立 大众礼谢和尚慈悲开示 鼎礼和尚三拜 阿弥陀佛 恭送和尚回聊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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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众 大众 陀佛 阿弥陀佛 ます